人手一杯珍珠奶茶 台灣人愛喝手搖飲 一年商機超過300億 不過卻有醫生在網路上 PO出這張照片引發熱議 這張X光照片上 明顯看到一顆一顆的圓形陰影 一是表示 這其實是一張小朋友的胃部X光照 而裡面的圓形陰影 就是我們常喝的珍珠粉圓 甚至還有成人愛喝到 整整便秘五天才去醫院 卻經見胃裡全是顆粒狀陰影 足足有上百顆 咬一咬然後就直接吞下去 我不會整個咬碎 咬一口就直接吞下去了 實際詢問民眾不少人喝珍奶 都是隨便直接吞下 醫師表示因為粉圓不容易消化 無關年齡 大小科以及空腹科 反而是有沒有咬碎 如果你把它咬碎 把它弄得很碎 像那個類似那泥巴一樣 那麼它消化就很快了 而且不容易阻塞 醫師提醒肠胃脆弱的小朋友 要特別注意 因為像是三歲的小孩 牙齒已經發育完全 開始咀嚼食物 卻沒有辦法咬到很碎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嗆到氣管 恐怕會有窒息風險 或是引發腸胃道阻塞的潛在危機 它可能會卡在幾個地方 一個呢 就是食道跟胃接觸的地方 就是噴門 第二個呢 就是胃跟十二指腸交接的地方 就是幽門 那第三個呢 就是在接近盲腸的位置 據統計台灣人愛喝珍奶的年齡層 落在7到44歲 其中又以男性比例較多 比女生多出1.1到2.2倍 其中一天要喝上兩杯的人數 更是高達1到2成 不管是小朋友或是成人 喝完珍珠奶茶 都難以在短時間消化 切記便飲用過量 造成身體負擔 這也孫怡外山台北蔡寶寶寶